在新版本中,游戏添加了两个全新武器,突击盾牌与TMP9手枪。 首先是突击盾牌,手持盾牌即可抵挡除AMR以外的所有子弹伤害,但无法抵挡投植物的伤害。 同时,盾牌是有耐久度的,当耐久度消耗完后,会自动回收并修复耐久度。 另外,如果在手持盾牌的状态下趴下,盾牌也会自动回收,并且使用盾牌时也无法切换到第一人称。 有法在手持除手枪外的武器道具,因此新武器TMP9手枪也强势登场。 它采用9毫米子弹,可装配三个配件,标准弹匣20发,换弹速度2.4秒,装配快破后,换弹速度1.7秒,弹匣容量30发,甚至可以快速击倒三级套。 如果再搭配上突击盾牌,则可以攻守兼备,做到战胜干啦。 不过要注意,在手持盾牌的情况下开进,盾牌会由纵向持盾,改为平向持盾。 更多细节,小伙伴们敬请期待新版本吧!